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旅拍的话 你一定对一个名字非常的熟悉 他就是Brandon Lee Brandon Lee刚刚到了上海 他跟他的女朋友Kobe 因为工作的原因刚刚到了上海 那我们就一会儿跟Brandon Lee say hi吧 各位 所以我们其实在一个巨大的 古代的购物店 探上了来 我们能扶完 因为 mots 它一定是独孽地鄱胜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有一个提示给大家用 GameBo for the first time 那是什么? 简单的动作 在这些话 不准备做太多的事情 通常的动作很简单 很简单的动作 很容易做到 所以如果你试试 如果你试试自己的 买到第一次的动作 你可能会出现 不错的 在这些拍摄 如果不疑,就像到尊重的 如果不得到尊重的拍照,如果不得到尊重的拍照 試用一廣角,會十分容易 嗯-嗯 What lens are you using right now? What's that? Oh, this lens is the old APS-C kit lens from the A6300 F3.5,5.6,16-50 Sony lens 哇 這就是最有趣的現象最有趣的設計 但是我喜歡它因為它是小的 看起來很小的 而且當我開動它的開放 就變得更小 看這變成了 超級強的啦 對呀 當我把這個放置 它是整理的 哈哈哈 當我把這個放置 它是整理的 It's like a pocket camera, it's a pocket sized camera which is just great. It's a full frame camera that's like, you know, really thin. And with most full frame lenses, even when I pack it away, it'll remain pretty beefy, pretty big. So yeah, just a convenient little piece of kit for shooting vacations. Nice and lightweight, and it still has a good image because this camera, the a7R III, has an APS-C mode that's really sharp. And it's good in low light too, in APS-C mode. 那刚才呢我问了一下Brandon他喜不喜欢御园 他说御园这个地方建筑还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灯光也非常漂亮 但是呢商业气息太重了 跟其他的这种就是旅游景点啊 游客指南上推荐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全都是游客 全都是这种很浓重的商业气息 但是呢为了他的这个拍摄 他又必须来这样的地方 就是取一些这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镜头吧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到了外滩 然后我们首先来到的地方是后面的外摆路桥 然后他跟Coby会在一起这里film一些东西 前两天Coby在新浪微博发了一个这个帖子 就非常的愤怒说 居然有人直接抄了Brandon的这个work 然后把他的创意啊 把他的这个构思啊运进全部抄袭了 并且用于一个商业的项目 对不对 如果不是商业的话 如果就是自己的话 还不可以 但是如果就是你直接就是抄 然后卖给别人就不行 对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是看到了 在Bilibili啊 在新浪微博上有很多搬运的 中国叫搬运嘛 大陆叫搬运 搬运的Brandon Lee的这些好的作品 然后我就问Coby和Brandon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们说他们其实还专门在清迈 建了一个做搬运的搬运工 然后呢 他们觉得这些搬运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他们做了这个字幕 然后他们就署名了这个版权 然后属于Brandon Lee 然后他把这些作品搬运过来 然后让更多的大陆的这些用户 看到Brandon Lee的这些好的东西 他们觉得是非常感谢他们的一件事情 是感谢 但是对于那种就是无耻的去抄袭 然后都不著名来源 然后一味的搬运别人的这种创意思想的人 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对吧 对 对 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是对自己也不好吧 就是如果就是你不用自己的创意 不用自己脑袋 就是对long term development是不好 就没有永远不会有自己的风格 就变成别人的shadow了 对 就变成一个copycat 不要了 不要再抄袭了 Coby的警告 来自Coby的警告不要再抄袭了 否则我们再也不来中国了 对对对 否则我们再也不见大家 对吧 对吧 拜拜 有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